推动生障者社区市日间照顾服务 是苗栗县政府团队重要的施政项目 那目前已经推展到了第七处的据点 就在头份市后庄国小附近 靠近住宅区也接送方便 那么县长中东景是全力支持这项社服设施部件 营造友善和谐的环境 位于头份市文化里的国小旁 苗栗县第七处身心障碍者日间照顾服务据点 在县长中东景多位县议员 及头份市长罗雪珠等人共同祝福下揭牌启用 苗栗县政府从104年起至今 共争取近7800万元经费 办理生障日间照顾服务 走入社区化 衔接生障民众离开教育体系后的 后续照顾与训练 减轻生障家庭照顾负担 所以这些孩子留在家里 可能功能退化得很快 所以我们就会在社区来部件 日间照顾据点 家中也有生障妹妹的县长中东景 对此项服务更加感同身受 他强调虽然县库困窘 但县民需要的社福措施不能少 县福团队一定会积极联合中央的力量 全力部件社区型的生障日照机构 如果是一般的靠薪水过日子 那受薪阶级的话 他是不太容易照顾他 他又要照顾他的小孩子 然后又要照顾这个智障的小朋友 这个妹妹还是弟弟 这个时候他就会产生很大的困扰 所以我们的社会非常需要 这种身心障碍型的这种日照重新 我觉得现在的设立 今天立临到场的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心中充满着爱心 强调小而美服务到位 深教市区日间照顾据点 一次可以照顾15到20位学员 安排餐食与记忆课程 他们的服务时间是 早上8点到下午5点 那需要交通接送的也可以 在这一边主要就是 当然午餐的准备也会有 以及这个功能上的维持教育学习 那在社会处这一边 部件的日间照顾据点以外 也有部件小型作业场所 我们所称的小作所 除了同分市之外 苗栗县目前在苗栗市 造桥 公馆 竹南 厚龙及通宵 皆有设立伸张者日照据点 加上小作所共有12处 照顾了195位漫飞天使 未来计划在三亿西湖 及大湖石潭等地区增设 扩展服务 打造优质社福环境 打造优优质